肝腹水晚期能活多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肝腹水晚期呢 其实也是有两种情况 它呢一个是肝硬化 时代长期出现的肝腹水 还有一种是肝癌出现的肝腹水 如果这个患者是肝硬化 时代长期的肝腹水 那么它的生存期肯定比肿瘤要长 我们要看它的并发症还有什么 它除了肝腹水以外呢 肝硬化患者呢 多数都是有各种并发症 比如说是消化道出血 肝性脑病 那么并发症一旦发生 那么可能会影响它的生存 比如说消化道大出血 一旦一次出血呢 可能都会引起失血性休克 当时就会危及生命 肝硬化呢它有不同的原因 所以还要看我们针对病因治疗 比如说它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 还是自身抗体 异常引起的肝硬化 或者是那个药物损伤引起的 或者是喝酒引起的 不同的病因 对患者的愈后 也会有不同的影响 此外呢 肝腹水还有刚才前面说到 肝癌引起的肝腹水 因为它是肝癌 是一个比较恶性的肿瘤 进展期比较快 那么一旦出现肝癌引发腹水 它的生存期呢 要比肝硬化要短很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